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留字是python语法所使用的标识符 那么在给用户的变量命名的时候 不要使用保留字相关的标识符 另外我们学习了数据类型的概念 讲解了字不串类型 整数类型 辅点数类型和列表类型 当然我们只是初步的了解它们 再往后我们学习了复制语句 分支语句以及函数的概念 详细介绍了input函数 print函数 EVL函数 以及print函数的格式化方法 这些基本的语法元素 是我们进一步学习python语言 了解这个语言魅力很重要的基础 请同学们初步的理解这些概念 当然很多的概念 将在后续的内容中详细介绍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保留字 python 3提供了33个保留字 它们是python基础语发体系中 非常重要的支声 相当于一门语言中的单词 其中红色部分的保留字 在本门课程中不会讲授 那么我们会一共讲解26个保留字 为了让同学更好地理解这些保留字 我们当然后面会详细地讲解 之前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将它记住 请跟随老师一起过一遍这些保留字 and as break continue def all if else except finally for from if import in lambda not or pass return try while dial global true false not 需要注意的是 true false not 分别表示真 假 无 它的首字母是大写的 可以看到这些保留字 都是非常基础的英文单词 好 为了进一步帮助大家了解这些保留字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请同学们拿出一张纸 再拿出一支笔 请记住一定要拿出一张纸和笔 不要使用你的电脑 也不要使用手机 如果有可能去找一张单电纸 这样更加环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 这个表格隐藏起来 给大家 一分钟时间 去默写这些保留字 看一下 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复习 你能写出多少个保留字来 如果大家听下来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请同学们拿出你的这张纸 再与这个保留字表去对一下 看你写出了多少个保留字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周讲解的温度转换实例 在这个实例中 用户可以输入82F28C这样的温度值 并且转换为对应的温度体系的温度值 这个程序有十行代码 我们逐一来过一遍 第一行代码它表示一行注释 用警号来表示 第二行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TimeStream 它获得一个用户的输入 那么输入使用Input函数 需要注意Input函数的参数 是输入的提示信息 并不是输入的信息本身 第三行我们用判断语句 判断这个变量的最后一位 它是在F大写的或小写的F 这两个之间 如果是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大F或小F 那么用户输入呢 是一个华式温度值 我们将进行对应的转换 第四行用来做温度转换 第五行将温度转换的值打印出来 第六行 Alif判断如果用户输入的信息的最后一位 是大写的C或小写的C 那么它就是一个摄氏温度值 然后呢 我们用摄氏温度值的转换公式 去转换华式温度值 接下来将转换后的温度打印出来 第九行是Alif 表示如果用户输入的既不是摄氏温度值 也不是华式温度值 那么用户就输错了 所以我们最后一行 第十行打印出提示信息 告诉用户输入有错误 这十行代码呢 基本覆盖了Python基础语法元素中的 很多的重要部分 同学们已经看过了 下面看什么呢 请同学们再拿出刚才的这张纸 去默写这段程序 当然 现在去完全的完整的默写它 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那么我们采取一种方式 叫听写 由老师说一行 你们来写一行 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将这个代码 完整的写出来 好 请大家准备好 老师要开始听写了 那么第一行 请同学们写一行注释 注释内容 写什么都可以 接下来定一个变量 获得用户一个输入 假设这个变量呢 是TimeStream 第三行 我们判断运户输入的最后一位 是大写的F 或者是小写的F 第四行 我们进行温度转换 我们使用输入的 除最后一位的信息表示温度 用这个温度 减32除以1.8 获得转换后的摄氏温度值 再接下来我们将转换后的温度值 打印输出 我们需要注意 此时输出需要输出温度的小数点后两位 想想我们用print里边的 什么样的格式化方法呢 再接下来我们判断 如果用户输入的最后一位 不是大写的F 或小写的F 而是大写的C 或小写的C 那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再写一行语句 去对这样的温度进行转换 这个转换公式是 1.8乘以输入的温度值 加上32 获得转换后的温度 接下来我们将转换后的温度 打印出来 如果用户输入的 最后一位既不是大写的F 小写的F 也不是大写的C 小写的C 不满足上述两种情况 我们提示用户输出错误 那么写出最后两行 好了 请同学们拿出你写出的程序 与标准程序 做一个对比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看一下你写的代码 是不是缩近对齐的 在你写的代码中的 if,if,if,else后面 是不是有冒号 你的代码的 括号 代码的双引号 代码中间的变量 是不是一致和清晰 请同学们检查一下 因为在程序 执行过程中 它是非常严格的 任何一点点的瑕疵 都可能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好了 关于上周的内容 我们复习到这里 准备开始本周的学习 下面我们对本周 即将学习的内容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本章我们将学习 Python基本图形绘制 共分为四个单元 最开始呢 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 Python语言 这里我们不是做 Python语言简单的介绍 而是去深入理解一下 Python语言 在我们头脑中 形成一个认识 为什么Python语言 这么重要 接下来我们讲解 实例二 Python蟒蛇绘制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有图 还能动的一个实例 进一步我们去讲解一个模块 叫Turtle 学习它的基本使用框架 最后我们围绕 实例二Python蟒蛇绘制 对Turtle程序语法元素 进行相关分析 那么经过本章的学习 在方法论层面 同学们应该理解 什么是Python语言 以及海规汇图体系 在实践能力方面 同学们应该初步 学会使用Python 绘制简单图形的方法 经过本周 你会发现 这个语言很有魅力 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一起深入理解 Python语言 我们已经知道 Python语言的诞生和发展过程 那么深入理解 Python语言 又来说明什么呢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首先回顾 计算机技术的演进历程 并且去看待一下 编程语言的多样初心 我们会分析几个编程语言 根据它们的设计初心 来考量Python语言 进一步我们来学习 Python语言的特点 最后我们看一下 超级语言的诞生计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计算机技术的演进 从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诞生 我们可以看到 计算机技术 从指数趋势来发展 整个世界 已经被计算机技术 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 然而从计算机技术 发展的历程来讲 它也是分不同阶段 我们认为 在计算机技术发展过程中 一共分成四个主要阶段 其中1946年 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 到1981年 第一台IBM PCG的诞生 这一个阶段呢 我们称之为 计算机系统结构时代 在这一个时代中 所有的科学家 和计算机工程师 都在很努力地去研制 不同类型的计算机 以及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在这个时期 我们有了很多种的CPU 我们有了很多种的 计算机系统 操作系统 以及编译器 解释器等 不同的系统软件 那么1981年 个人PCG的诞生 使得计算机 走入了每一个 寻常人的生活中 一直到2008年 2008年 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 那就是 安卓操作系统的诞生 它标志着计算机 由个人PC计算机时代 向进一步的 移动时代去转换 那么1981年 到2008年 这27年间 我们看到了 有两类技术 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和发展 我们把它命名为 网络和视窗时代 其中一项技术 就是互联网 另外一项技术 就是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 在08年之后 一直到某一个时期 又发生了一件 很重要的 标志性事件 那就是2016年 计算机首次 打败了国际 围棋的世界冠军 我们发现 可能另外一个时代 即将到来 那么在2008年 到2016年 这8年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 计算机领域的新名词 比如云计算 大数据 网络安全 等等等等 事实上 只有计算机系统 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关心 网络安全 因为如果一个 简单的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 很少的规则性的定义 就能保证它的安全性 只有当一个系统 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 用很多的额外方法 去关注它的安全性 因此在2008年 到2016年 我们认为 计算机技术 演进到了 复杂信息系统时代 随着计算机智能的 日益增强 我们认为 从2016年开始 可能会有一个 新的时代诞生 那即将是 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去回顾 计算机技术 演进的四个阶段 我们会发现 在1946年到1981年 计算机系统结构时代中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 计算能力问题 即通过计算设备 来提供更充分 充足和好用的计算能力 那么1981年到2008年 网络和视窗时代 我们主要解决的是 人与计算机的交互问题 以及计算机和计算机的交互问题 人与计算机的交互问题 通过操作系统的视窗来体现 计算机与计算机的交互问题 通过网络来体现 2008年到2016年 我们叫复杂信息系统时代 我们将各种信息化系统 在各种维度上进行整合 系统一旦进行了整合 我们会发现 我们实际上解决的问题 都在与数据相关 无论是数据接口问题 数据产生的速度问题 数据存储问题等等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关心数据 2017年虽然标志着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但是我们离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应用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 机器会接管很多基础的数据 处理问题 会接管很多的基础功能性问题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需要关心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代 正是由于基础工作 可以被计算机接管 我们更多的关心是 人类自身的问题 我们用计算机帮助人类 解决人类希望达到的功能效果 那么在复杂信息系统时代 过渡到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之间 我们认为 会有一个新的短暂时期 叫新计算时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时代 在这里我们要关心计算 我们要关心交互 要关心数据 更要关心人工智能 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大量的计算需求 而且计算需求 以爆炸形式发展 而计算机技术呢 又带成指数 形式来发展 那么最终会带来 整个计算机技术 向人工智能 时代的快速演技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编程语言的多样初心 到底世界上有多少种编程语言呢 这里老师列举一批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有超过600种编程语言 如果以编程语言的名字来排列 它可以覆盖 由A到Z的全部字幕表 应该说编程语言 也是一个江湖 这里边我们举几个 非常常用 也是大品种的编程语言 来看待一下 不同编程语言的设计初心 和适用对象 首先我们来说说C语言 如果有同学接触过C语言 你会知道 在C语言中 我们重点来学习 指针 内存 数据类型 比如整数数据类型 C语言将提供超过 五种以上的具体的设计类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一个整数 就要有五种以上的类型 来表达它呢 实际上C语言的语言本质 是希望编程者 能够理解计算机系统结构 使得你编写的程序 更符合计算机的结构 让它运行起来的效率更高 它核心解决的是性能问题 这是因为C语言诞生在 计算机系统结构时代 它是用于写操作系统的语言 在C语言诞生之初 计算机的内存只有几兆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如果不关心你使用的内存 你很难让程序正确运行起来 因为计算机的硬件 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包括内存 来支撑程序运行 因此 C语言更关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它适合计算机类的专业 做计算机底层程序的设计和开发 再来说说加把语言 加把语言诞生在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时期 那就是网络和视窗时代 当时所有的计算机都希望 能与其他的计算机进行交互 但是呢 在一台计算机上编写的程序 是不是能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加把语言 提出了采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通过跨平台的方法 来去解决跨平台问题 面向对象又进一步地抽象了 计算机编程代码的级别 使得代码复用 变得更为高级和更为灵活 因此在我们学习加把语言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对象 跨平台 运行时等相关概念 它实际上 这个语言 希望我们去理解 程序设计过程中 主体跟课体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呢 它是来解决跨平台 和程序中的交互问题 它更适合软件类专业的同学来学习 那么 另外一个编程语言 C++ 它既是C语言的演进 它又具有面向对象的特点 在我们学习C++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对象 多态 继承等面向对象的概念 事实上 它也希望我们去理解 主课体之间的关系 C++非常适合大规模程序的编写 比如操作系统的编写 比如大规模图像处理的 程序的编写等等 它更适合计算机类的专业 作为一门核心的编程语言来学习 此外我们知道有一类语言 叫VB 以及VB衍生的DONET等相关语言 在学习这类编程语言的时候 我们去学习的是对象 学习的是按钮 学习的文本框 通过编写VB程序 我们能实现一个小的桌面窗口 该语言的本质呢 也是希望编程者能够去理解交互逻辑 这种交互不是程序之间的交互 而是人机之间的交互 它比较适合做桌面应用的开发 到了今天 由于我们已经很少在桌面上编写程序 大多数程序都要求 既能在桌面上运行 又能在手机上运行 最主要是一种网络程序 因此目前VB的适用对象 变得已经很少了 再来说说Python Python是一种面向编程逻辑 并且使用第三方库来完成程序的语言 这个语言的本质 只希望同学们去理解问题的求解 它解决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计算部分的实现 它适合各类专业 其实不只是非计算专业 像我们计算机专业的同学 以及老师们都是会使用Python语言的 我们认为各种编程语言 所处的历史时期跟使命是不同 比如C语言 处在计算机系统结构时代 加把语言诞生于网络视窗时代 VB语言也诞生于网络视窗时代 而Python语言发展于复杂新系统时代 所以我们说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设计初心 而Python语言是计算时代演进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2018年以后的计算环境 到今天计算机性能 已经不再是解决一般问题的瓶颈 移动互联网广泛普及 以及广泛应用 我们听出了好多新的词汇 大数据 云计算 互联网 信息安全 人工智能等 这些领域的发展 带来了大量的计算需求 那么解决日益增长的计算需求 我们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呢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Python语言的特点 我们都知道Python语言是由大牛Gyudo创立的 我们说Python语言是通用语言 脚本语言 开源语言 跨平台语言 多模型语言 也有人说Python语言是年线语言 这么多种特性来标志Python语言 说明它有很多的作用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Python语言是通用语言 什么是通用语言 也就是说这门语言 可以用于普世的计算问题求解的开发 无论你是想做一个图形运算 还是想解决一个操作系统的文件处理的问题 还是希望去发现一个引力波 我们都可以用Python来实现 它并不局限于某一门类的应用 所以Python语言的通用性是它最大的特点 此外Python有一些优势 我们也听过很多的名词来标志或说明Python的优势 比如在Python语法这个层面上 我们知道Python语法具有强制的可读性 我们之前学习过缩近 通过缩近实现的强制可读性 使得你编写的代码看起来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漂亮 Python语言有较少的底层语法元素 它不去操作内存 也不去操作很低级的接口 所以对编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变得非常容易和简单 它支持多种编程方式 更主要它支持中文制服的处理 从Python的语法角度讲 我们认为它最大的特点 或者它的优势是语法简洁 通过简洁的语法完成相同的功能 Python语言的代码量 是C语言代码量的不到10% 不到10%的代码量能带来什么呢 它可以带来非常短的编程时间 可以带来非常少的调试的工作量 以及非常好的维护体验 语法简洁 我们发现使用Python语言 可以提高将近10倍的编程产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Python语言额外 还有超过13万的第三方库 这些库是由全球的工程师 爱好者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渐形成的 这些库开源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安装 使用这些功能 而且13万的第三方库 在进行着快速的增长 平均以每年两万个以上的第三方库的规模 再去增长 使用其他人的功能模块来编写程序 我们可以避免重复造轮子 我们可以使得整个的程序的生态 变得开放共享 同时Python支持跨操作系统平台 使得第三方生态的使用变得更为灵活 因此我们总结出Python语言的 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生态高产 通过利用第三方库 我们可以将Python的编程产出 进一步地再提高10倍 通过语法简洁性 我们能够提高10倍的产出 通过计算生态 我们可以提高10倍的产出 这就是Python语言的特点和优势 这是老师用手机在大连拍摄的一张图 我们可以使用Python语言 编写21行代码 将它转换为一种手绘风格 在编写这段代码中 我们不需要关心图像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只需要关心 你希望做的收获效果是什么 当然这段代码 同学们可以在相关的学习资料中找到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再看待一下Python语言 国际上有一句话 叫人生苦短 我学Python 我们首先说对于C和C++语言来讲 Python归Python C归C Python语言能做Python语言能做的事情 但是涉及到计算机操作系统底层 涉及到计算机内存 涉及到计算机接口方面的工作 还是需要由底层的C语言来去完成 那么由C语言完成的代码 可以经过封装 形成Python的接口 我们以第三方库的形式 或者以语句的形式来调用四语言编写的代码 而不需要跟计算机内存打交道的 或者说对效率执行速度没有更高要求的程序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Python语言来去实现它 进而使得整个程序的编写变得非常快速和高效 这就是Python归Python C归C 对于Java语言来看 我们认为它非常适合特定的开发和岗的需求 比如像安卓手机端的原生应用的开发 包括某一些网络应用的后台的中间键的开发等 还有一类语言 像HTML、CSS和JavaScript语言 这类语言是用来做网络前端开发的 它们不可替代 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全赞能力 指的就是你要会全端的技术 同时还要会后端的技术 那么后端用什么语言呢 可以告诉大家Python语言是候选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 像R语言、Go语言和Modelab语言等 它们针对特定的数据处理及相关领域 那么在那些领域它们也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说怎么理解Python呢 我们认为Python是最高层的程序设计语言 以及它是掌握抽象并求解计算问题综合能力的语言 也是了解产业界解决复杂计算问题方法的语言 更是享受利用编程将创新变为实现乐趣的语言 国际上有句话 工具决定思维 如果你是开车和你是坐高铁 不同的速度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模式 那么你用Python语言编程 相比其他语言有十倍以上的高效产出 那么你的思维方式也将不同 这里老师建议大家关注工具变革的力量 学好Python 看到不一样的信息技术世界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超级语言的诞生计 编程语言可以分为很多种 其中有一类语言叫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就是一种二进制语言 它直接使用二进制代码来表达指令 它是计算机硬件 主要是CPU可以直接执行的语言 这种语言跟具体的CPU型号有关 比如我们完成2加3 那么机器语言表达的是一串01代码 至于这串01代码可以在哪一款CPU上 怎样执行 执行结果怎样表达 需要去参考每一个CPU的操考手册 显然使用机器语言来编写代码是不现实的 因此计算机科学家进一步在机器语言的基础上 演进提出了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将一种二进制代码 直接对应为助记符 并且利用这种助记符开展程序设计 汇编语言由于与二进制代码 即机器语言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它也与具体的CPU型号有关 在某一款CPU上编写的程序 无法在其他CPU上运行 比如完成2加3功能的汇编语言 可能表示为add23result 它表示的是将第一个参数2与第二个参数3相加 存到result里 这种add操作符在前 操作术在后的形式 是一种典型的CPU的指令格式形式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机器语言汇编语言 其实并不适合编程 它更适合计算机底层硬件的设计跟开发 因此人们很早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就提出了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是更接近自然语言 更容易描述计算问题的语言 其中一个标志是 用高级语言编写的代码 应该与具体的CPU型号无关 我们使用编译器 去将高级语言编写的原代码 编译成计算机能够执行的目标代码 那么在编译的过程中 编译器去参考某一款CPU的具体型号 比如完成2加3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如果使用高级语言来完成 就可以写为result等于2加3 即将2加3运算的值复值给result 经过高级语言代码的设计 我们发现人类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可以不按照计算机 指令格式设计的方式来编写 而用一种人类更友好的方式来编写程序 这就是高级语言的概念 我们总结一下 说机器语言是代码直接执行 与CPU型号有关 汇编语言有助记符 通过汇编器与CPU型号也有关系 那么高级语言它更接近自然语言 我们使用编译器或解释器 那么它编写的代码与CPU型号无关 通过编译器解释器再构成关系 在此之上还有没有其他辩证员类型呢 其实我们认为还有一种类型 我们叫它超级语言 超级语言不仅接近自然语言 不仅与CPU型号无关 它还可以粘性整合已有程序 具备庞大的计算生态 我们说到今天 计算机技术发展了将近70年的时间 编写程序 甚至与CPU型号无关的编写程序 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去复用别人已经写好的代码 我们怎么去利用已有的功能模块 去完成未知的功能模块 这为编程语言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我们认为这一类型的语言叫超级语言 超级语言需要具有庞大的计算生态 可以很容易利用已有代码的相关功能 在超级语言的编程思维中 编程不只是刀根火种 而是集层开发 比如2加3这样一个基本的功能 如果利用超级语言来完成 我们可以写为result等于sum2多号3 我们只需要将参数给到一个函数里 由这个函数返回结果就好 至于sum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写的 还是通过别人的生态库完成的 这个并不重要 那么python语言 是目前世界上具有最庞大生态的语言 其他所有编程语言的计算生态 加起来还不如python的计算生态大 所以我们说python语言是目前唯一的超级语言 python语言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最后我们对本单元学习的内容 做一个简要小节 在深入理解python这个单元 我们首先回顾了计算机技术演进的历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时代 到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路线图 进一步我们比较了五种变成语言的初心和历史使命 我们说python语言是计算机时代演进的一种选择 进一步我们讲解了python语言的特点 包括它的通用性 简洁性和生态性 我们看到思维决定工具 那么python语言的这些特性 会带来思维上的变化 python是以计算生态为标志的超级语言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超级语言 在后续的学习中去认识这个超级语言吧 下面我们对python蟒蛇绘制实例来个问题分析 用python或者说用程序绘制一条蟒蛇 貌似很有趣可以来试试 我们先学会如何绘制蟒蛇 进而我们可以绘制一朵玫瑰花 送给你想送的人 这里边我们首先设计一个蟒蛇的基本形状 它是一个爬行的蟒蛇 并且很有回头感 那么用程序绘制蟒蛇 我们头脑中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 计算机绘图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一段程序为什么能够产生窗体 为什么能够在窗体上绘制图形 第二个问题是 既然我们要绘制python蟒蛇 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呢 是不是要先开始绘制一条线 进而绘制一个弧形 再绘制出一条蟒蛇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学过的实例一 温度转换 看一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 但是在实例一中 我们没有涉及到计算机绘图 也无法绘制一条线 所以我们说python蟒蛇绘制 是一个与实例一不同的实例 似乎无中下手 且听老师继续分解 下面我们对python蟒蛇绘制实例 来一段代码编写 我们先给出代码 这是python蟒蛇绘制的全部代码 请使用idle的文件方式 将代码编写到文件中 保存为python draw.py 当然你可以保存为任何你喜欢的名字 然后使用f5或运行方式来运行这段代码 可以看到在屏幕中生成了一个窗体 窗体中有一条可以动的蟒蛇绘制出来 这个效果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为什么这段代码它能够绘制一个图形 而温度转换不行 我们看到代码的最开始 有这样一行内容叫import turtle 而代码的整体部分中都出现了turtle这个词 所以它是程序的关键 import是一个保留字 它引入了一个当前代码之外的功能 即引入了一个绘图库 这个绘图库的名字叫turtle 没错 turtle就是海归 所以我们叫海归库 准备好电脑 跟老师一起把这段代码写一遍 几个集团 av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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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Python蟒蛇绘制的代码产生了一条很漂亮的小蟒蛇 我们说从Python语法元素理解方面 Python蟒蛇绘制实例一共有17行代码 但是很多行是类似的 那么清楚理解这17行代码就能掌握Python的基本回图方法 实际上不用理解17行 可能理解个不到10行 你就知道17行代码是怎么回事了 这里边我们需要参考框架结构 逐行分析代码 并且逐词地去理解其中的含义 另外呢 在程序参数方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 我们可以经过很少的改变 使得这个Python蟒蛇的颜色发生变化 可以是黑色蛇 白色蛇 甚至七彩蛇 我们可以修改Python蟒蛇的长度 可以从一节长度 三节长度 变成十节长度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修改Python蟒蛇的爬行方向 让它向左走 甚至斜着走 那么理解了Python蟒蛇绘制实例 它也是为我们进一步 开拓编写其他程序 做出了很好的基础和铺垫 那么Python蟒蛇绘制问题呢 是各类图像绘制问题的代表 你学会了蟒蛇绘制 你就可以去做圆形绘制 五角星绘制 甚至可以绘制个国旗 或者卡通形象 应该说 掌握绘制一条线的方法 你就可以绘制整个世界 大家好 下面我们学习模块1 Turtle库的使用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讲解Turtle库的基本情况 介绍Turtle绘图窗体布局 Turtle空间坐标体系 以及角度坐标体系 最后想要介绍RGB色彩体系 通过这些基础概念的学习 我们将对Turtle库有一个基本了解 下面我们来对Turtle库做一个基本介绍 Turtle也叫海归 Turtle库也是海归库 它是Turtle绘图体系的Python实现 什么是Turtle绘图体系呢 它是在1969年诞生 主要用于程序设计入门的一种绘图方式 我们也叫它海归绘图体系 Turtle库是Python语言的标准库之一 也是入门级的图形绘制函数库 那什么是标准库呢 Python语言的计算生态 包含标准库和第三方库两个部分 标准库指 随解释器直接安装到操作系统中的功能模块 而第三方库呢 是需要通过安装才能使用的功能模块 在Python语言中 我们会经常遇到 酷、像library、包、package、模块、module 等这样一种说法 它们之间的概念略有不同 但是作为入门课程中 我们不区分它们之间的概念 我们统称为模块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一下Turtle的原理 其实海归呢 是一种真实存在 在Turtle绘读体系中 我们想象有一只海归 它在窗体的正中心 它在画布上游走 它走过的轨迹就形成了绘制的图形 当然海归呢 由程序来控制 它可以变换颜色 可以改变宽度的 Turtle很有魅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 经过两周时间学习 汇制出来的一些很有趣的实力 你没有看错 它们都是由Turtle来汇制的 你是不是也想来试试 下面我们来介绍Turtle绘图窗体布局 汇制Turtle图形 首先需要一个汇图窗体 在操作系统上表现为一个窗口 它是Turtle的一个画布空间 在窗口中 使用的最小单位是像素 比如我们汇制一个100藏的直线 指的是100像素藏的直线 在一个操作系统的电脑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脑显示器中 它的左上角 坐标系是00 那么我们窗体的左上角 是Turtle绘图窗体的坐标原点 在屏幕坐标系中 和窗体坐标系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窗体位置和大小的设计 这里边我们使用Turtle.setup函数 它可以用来设置启动窗体的位置和大小 它有四个参数 宽度高度 起始点的xy方向的坐标 其中后两个参数是可选的 这里边的宽度和高度指的是窗体本身的宽度和高度 起始点的坐标指窗体的左上角的位置的坐标 而左上角位置坐标指的是 左上角位置相对于屏幕的左上角的坐标 在绘制基本的图形的过程中 setup函数并不是必须的 只有当你需要控制窗体的大小 和在屏幕中显示位置的时候 才需要用setup函数 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 Turtle.setup 我们给出四个参数 800 400 00 它指的是 我们生成了一个窗体 它的宽度是800 高是400 窗体的左上角就在电脑屏幕的左上角 如果我们把后两个参数去掉 Turtle.setup 800 400 它指的是我们生成的窗体的宽度是800 高是400 那么由于你没有指定它左上角在屏幕中的位置 那么系统会默认认为该窗口在屏幕的正中心 对于Turtle窗体的位置大小 以及其他功能 Turtle库也提供了一些函数 那么暂时呢 我们先不去讨论它 我们先围绕我们的实力 来去理解Turtle的图形 绘制的这个方法和功能 下面我们介绍Turtle空间坐标体系 在Turtle的窗体内部 它形成了一个空间坐标体系 包含绝对坐标和海归坐标两种 对于绝对坐标来讲 Turtle也就是海归最开始在画布的正中心 那么正中心的坐标就是00 海归的运行方向向着画布的右侧 所以整个的窗体的右方向是X轴 上方向是Y轴 由此构成了一个绝对坐标系 我们选取四个点 那么四个点根据坐标系位置的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坐标值 这里边我们一定要区分 这个坐标值指的是海归绘制过程中 它的画布中间的空间坐标体系 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 它与窗体在屏幕中间的位置的坐标是不同的 去利用空间坐标改变Turtle的行进位置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函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函数叫GoTo GoTo函数有两个参数XY 它指的是让在任何位置的海归 无论它在哪里 去到达某一个坐标位置 很好理解 GoTo嘛 就是要去那个地方 比如我们用GoTo绘制一个图形 可以使用这样的代码 首先引炮了Turtle 调用这个酷 然后使用Turtle的点 GoTo 100-100 从海归的中心位置 去找到100-100的那一点 然后再勾出到100-100 -100-100和-100-100 这样四个坐标 最后再回到原点 经过这样的一些语句 我们就可以在屏幕中 绘制一个图形 除了绝对坐标 在Turtle空间坐标体系中 还有一个叫海归坐标的东西 也就是说 海归本身 从它自身的运动来讲 它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海归来讲 它的当前行进方向 无论这个方向 是朝向哪个角度的 它都叫前进方向 反方向是后退方向 海归运行的左侧 叫左侧方向 右侧叫右侧方向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控制海归的函数 比如 Turtle.fd 指的是向海归的正前方向运行 Bk表示向海归的反方向运行 Circle表示 以海归当前位置 左侧的某一个点为圆心 进行曲线运行 那么这些函数 也可以改变海归在空间坐标中的位置 进而实现回途功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Turtle的角度坐标体系 我们知道 Turtle建立了一个空间坐标体系 那么在空间坐标中 它运行的方向 也有一个绝对角度 在空间坐标体系中的 XO表示0度或360度 Y轴的正方向表示90度或-270度 以此类推 形成了一个绝对角度的坐标体系 我们可以使用Turtle中的一个函数 叫setH 来改变当前海归的行进角度 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 setH并不在图像中绘制任何信息 它只是改变行进的方向 其中的参数Angle为绝对度数 我们举两个例子 对于一个新生成的画布 我们可以使用Turtle.SatH45 让海归的运行方向 朝向45度 或者设置参数-135 让海归的运行方向 朝向反向的-135度方向 如果在这样的方位中 进一步地使用Turtle.FD 让海归继续向前运行 它会朝着当前设定的方向 直线运行 此外呢 为了更好地改变海归的运行方向 从海归坐标的角度 对于海归运行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使用左右的方式 来改变它的运行角度 Turtle提供了Turtle.Left Angle 和Right Angle两个函数 分别让当前的海归 向左或者向右 去改变运行方向 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函数 我们下面实现一个小的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来去理解Turtle绘图的 一个基本方法 我们希望在屏幕上 绘制一个Z形曲线 我们首先Import Turtle 从海归的起始的画部中心 让它向左方向旋转45度 此时呢 它并没有运动 我们使用Left 45 让它在这个方向上 向前行进150像素 FD 150 那么我们看到 可以绘制形成一个斜线 进一步让它向右侧 旋转135度 Turtle Right 135 再使用FD 向前行进300像素 再进一步呢 让它向左旋转135度 向前行进150像素 经过这七行代码 我们将形成一个Z字 当然这个Z呢 暂时还是斜的 它可以用来 给予它绘制更多的图形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RGB色彩体系 在我们绘制图形的时候 都希望我们绘制的图形 是有颜色的 那么在Turtle库中 它使用了在计算机中最常用的色彩体系 叫RGB RGB由三种基础颜色 构成了万物色 RGB指红、绿、蓝三种颜色通道 并且由这三种颜色通道 进行色彩组合 它能够覆盖 视力所能感知的几乎所有颜色 在RGB三个通道上 每个通道的曲折范围 是0到255的整数 或者是0到1之间的小数 我们看一些常用的颜色 比如白色 如果我们用RGB的整数值表示 我们可以使用255、25、25 也就是说在RGB三个通道中 它的值都是25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白色 如果使用RGB0到1之间的小数值来表示 那么白色就是111 进而我们仅使用255或0 或者1或0 可以发现一些常用的基础颜色 像白色、黄色、洋红色、青色、蓝色、黑色等 除了一些基础颜色之外 我们可以将RGB的每个通道的色彩进行修改 形成不同颜色 这里边我们以Purple颜色为例 Purple的色彩的英文名叫Purple 它的RGB的整数值分别是160、32、240 它的小数值是0.63、0.13、0.94 也就是说像系统中告诉它的RGB的色彩的具体值 我们就能够形成紫色 特首库默认采用RGB的小数值来表示颜色 我们当然也可以切换使用整数值来表示颜色 我们这里使用Turtle.ColorMode函数来去改变色彩 数值的使用 如果在代码中使用Turtle.ColorMode1.0 那么之后在修改颜色的时候需要使用RGB小数值 如果使用Turtle.ColorMode255 那么在后面我们就需要用整数值来去改变颜色 请同学们在计算机中去查阅一些常用的RGB颜色 因为这些颜色在未来绘图过程中会非常频繁地使用 下面对本单元学习的内容做一个小节 在模块1Turtle.Color的使用单元 我们介绍了Turtle.Color的海归绘图法 我们学会了用Turtle.Setup函数 调整绘图窗体在电脑屏幕中的布局 我们去理解画布上以中心为圆点的空间坐标体系 其中包括绝对坐标和海归坐标 我们去理解画布上以空间X轴为0度的角度坐标系 包括绝对角度和海归角度 其中海归坐标海归角度都是以海归当前的位置和它的朝向为准来去设计的 最后讲解了RGB色彩体系 包括使用0到R5之间的总数值 或0到1之间的小数值来表示色彩 色彩模式之间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切换 那么经过本单元内容的学习 同学们应该初步了解Turtle.Color的使用 当然想深入了解这个Color的使用 还需要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学习 接下来我们将去使用Python网蛇绘制的实例 来帮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Turtle.Color的使用方法和实际的使用效果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讲解Turtle程序语法元素分析单元 在讲解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对单元的内容做一个简要介绍 首先我们将介绍库引用 以Import保留字等相关内容 进一步讲解Turtle画笔控制函数 运动控制函数 方向控制函数等 其中补充讲解循环语句与认句函数 最后我们结合Python网蛇绘制代码 对全代码进行实例分析 下面我们讲解库引用和Import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Turtle蟒蛇绘制的实例代码 我们发现这段代码很有趣 除了最开始使用Import Turtle之外 其中的很多代码都包含Turtle.这样的方式 我们说它是A.B的编码风格 这里边需要进一步理解库引用的概念 它是扩充Python程序功能的一种方式 具体来说我们使用Import保留字 来完成库的引用 在编写代码时使用A.B的编码风格 具体方法是Import库名 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用库名.函数名 括号加上函数参数 来调用相关功能 这里边再来回顾一下 这段代码中最开始 我们引入Turtle库 Import Turtle 之后所有的地方都会有Turtle.这种方式 使用Turtle库中的函数完成相关的功能 可能有说这么多的Turtle写起来很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可以使用From和Import两个保留字 来共同实现对库的引用 具体方式是From库名 Import具体的某一个函数名 或者Import的星 那么使用这种方式之后 在调用函数的过程中 就不需要再加库名点的形式 直接使用函数名加函数参数 来去完成库的使用 下面我们对拍摄网组绘制代码 作为一个改造 左边使用传统的Import的特殊方式 右边使用保留字 FromTurtle Import的星 我们发现在右侧的代码中 已经不存在Turtle点的使用风格 对于Turtle中的已有函数 我们直接使用函数名字 就可以完成相关功能 这时可能有同学会问 老师这么好的方法 为什么不早说 一定要用Import特殊的方式 让我们调用呢 我们对这两种方法做一个比较 其实呢 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比如Import Turtle Import库名这样的方式 在使用的时候 使用库名点函数名 那么库名点函数名 它加起来 是新程序中的函数名 如果我们使用 From库名Import的星 那么使用库中的函数的函数名 在程序中就是独立的函数名 这里边我们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使用 Import库名这种方式 也就是第一种方法 它就不会出现函数重名的问题 因为库名点函数名 也就是A.B的这种形式 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名字 而如果使用 From库名Import星的第二种方式 那么库中的某一个函数名称 可能会与程序中的 用户自定义的一个函数名称一致 那么函数的名字就会发生冲突 函数名字冲突会带来 程序运行的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的程序很短 只使用了这个库 也没有自己定义的函数 可以使用From库名 Import星的形式 如果你的程序中 Import到了很多库 又担心这些库的名字之间会有冲突 那么就使用Import库名 那会不会有一种其他方式呢 我们将这两种方式 通盘考虑 可以使用Import加I字保留字 来形成新的库引用方法 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Import库名 I字一个库别名 也就是说将库名 形成了一个别名 简单说吧 就是给库起个小名 用这个小名来去调用函数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使用库别名.函数名 也构成了一个程序中的独立名字 给调用的外部库 关联一个更短 更适合自己的名字 对编写程序来讲 会带来很多的便利 比如我们将Python网组绘制的代码 经过ImportTurtleSt的一个变换 将Turtle的名字 改换一个小名叫T 那么所有编写代码过程中 只要用T点 就可以调用Turtle库中的函数 这种方式我们冗余的代码量最少 同时又防止了库重名的问题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也建议大家在后续的编程中 利用这种方式来去引入和调用 库的其中的函数 下面我们来介绍Turtle画笔控制函数 我们以Python网组绘制为例 其中有四行代码 使用了与画笔控制相关的函数功能 分别是PanUp PanDown PanSize和PanColor 这里边我们将海归想象为画笔 海归是个形象图案 画笔是一个抽象图案 那么画笔控制函数 是控制海归或者控制画笔的一种方式函数 画笔操作后一直有效 我们一般成对出现 这里指的是Turtle的PanUp和PanDown TurtlePanUp别名Turtle.PU 也就是将PanUp的Pan和Up首字母缩写 它表示将画笔抬起 相当于海归在飞行 画笔抬起的时候 画笔或者海归运行的轨迹 不在画笔上形成图案 Turtle.PanDown 别名是PD 指画笔落下 让海归再爬行 所以我们说画笔操作是程度出现 你不能让海归只在天上飞 那么并不行成绘图图形 这是不行的 所以要让它降下来 一般来讲我们需要PanUp 让海归飞到某一个位置 再PanDown 再去从那个位置开始绘图 PanSize呢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设置画笔宽度的 这个画笔宽度相当于海归的腰尾 也可以使用Turtle.Wise 直接设置海归的腰尾 这里边说的是别名 别名跟函数名之间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它们两个功能完全一样 只是名字不同 名字不同 功能一样 只是让大家编写程序更加方便 这是Turtle库提供的一些冗余性的函数 Turtle.PanColor 是修改画笔颜色的函数 相当于给海归涂了一层装备 其中参数Color 表示色彩 那么它可以通过字笔串 或者RGB值来赋予海归颜色 PanColor中的Color有三种具体形式 第一种呢 是颜色字笔串 我们可以使用Turtle.PanColor 比如Purple 将海归的涂装改成紫色 这里边希望大家注意 其中的参数Purple 是字笔串形式 而且要用小写 此外我们可以使用RGB的小数值 向画笔赋予颜色 使用Turtle.PanColor 直接给出RGB的三个通道的数值 用逗号分开 0.63 0.13 0.94 是紫色 也可以使用RGB的圆组值 圆组值指的是 将小数值或整数值 形成一个独立的元素 比如0.63 0.13 0.94 外外加一个括号 它就是一种圆组类型 具体圆组类型 我们将在后续的教学内容中 来进一步的讲解 这里边大家记住 这样的使用方式即可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画笔控制函数 在Python网组绘子中 首先我们将海归抬起 后来又落下 那么中间呢 我们让它做了一个小小的运动 然后将它的腰围 改为25个像素 使得它变得很胖 将它的涂装 改为紫色 那么为我们绘制 Python网舌 就打好了画笔的基础 这里边同学们需要理解 PanUp PanDown PanSize 以及PanColor 等四个函数的基本使用 下面我们讲解 Turtle运动控制函数 在Python网舌绘子实例中 有这么几行代码 其中涉及到了运动控制函数 主要有FD函数和Circle函数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运动控制函数到底能对海归做什么 运动控制函数能够控制海归行进方向 包括让海归走直线或者走曲线 最常用的函数是Turtle.Forward 它也叫Turtle.FD 它使海归向前行进 即海归走直线 其中有一个参数D 表示行进距离 具体呢 行进距离单位是像素 如果D是负数 那么海归是倒退着在行进的 另外一个控制海归行进的函数 叫Turtle.Circle 它有两个参数 R和Extend 它的含义是 根据半径R 绘制一个Extend角度的弧形 简单说 第一个参数R是半径 第二个参数是绘制的弧度 其中R是海归行进曲线的半径 那么它的原心在哪里呢 默认情况下 原心在海归左侧R距离的位置上 想象一只小海归再向前进 那么它想走曲线的时候 它的原心在左手侧距离为R的地方 然后开始以弧形运动 至于在弧形运动中 绘制多少的角度 是由第二个参数来控制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 Turtle.Circle 100 指的是在海归当前位置上 以100像素为半径 绘制一个圆形 由于没有给出第二个参数 默认情况下绘制整个圆形 另外我们给出一个例子 Turtle.Circle 负190 我们说默认情况下 它的原心在海归左侧 半径为R的地方 如果半径是负数 那么原心就在它的右侧 半径绝对值的地方 所以此时海归将向它的右侧 半径为R的方位 为原心进行曲线运动 第二个参数90 表明绘制的弧度是90度 因此形成四分之一个弧形 这就是海归运动控制函数 走直线FD 走曲线Circle 掌握了这两个函数 再看Python网组绘制的代码 是不是很多行都很清楚了呢 下面我们介绍 Turtle方向控制函数 在Python网组绘制的实例中 有一行代码 与控制海归运行方向有关系 那么其中涉及到函数 叫SetH 下面我们看一下 方向控制函数 它用来控制海归面对的方向 包含绝对角度和海归角度 两套体系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是Turtle.Sight Heading 也叫SetH 它能够改变行进方向 让海归转向 其中有一个参数Angle 指的是将海归当前的方向 改变为某一个绝对的角度 比如在原点的海归 我们使用Turtle.Sight Heading 45表明将海归的方向转向为 绝对桌标系中的45度方向 如果代码设为Turtle.Sight Heading -135度方向 我们将海归的方向转换为绝对桌标下的-135度方向 除了绝对角度 Turtle提供了在海归视角下的转向的方法 分别使用函数Turtle.Left 让海归向左转 Turtle.Right 让海归向右转 其中的参数Angle 指的是在左转或右转的方向上 旋转的角度 那么在Python网组绘制中 我们没有使用Left或者Right 但是在Turtle绘图中 Left和Right是非常常用的转向方法 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 方向控制函数 只改变海归的行进方向 并不实际在绘图上让海归行动 如果希望海归行动 需要使用运动控制函数 让海归走直线或者走曲线 好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Python网组绘制的程序 其中的这行代码 SightH-40 我们知道 这行代码的作用是 将海归的方向 指向为坐标系中 绝对-40度的方向 下面我们介绍 循环语句与认知函数 在Python网组绘制代码中 有三行代码 涉及到了一个Full-In的结构 这就是循环结构 并且涉及到一个函数Range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循环语句 循环语句指按一定次数 循环执行的一组语句 其最常用的一种表示方式 是使用保留字Full-In来实现 大家可以认为 这是一种固定搭配 Full变量 In-Range Range的参数就是循环的次数 其中Full-In这行代码的 之后锁进的代码 将被循环执行 其中Full-In之间的变量 表示每次循环的计数 如果Range后面的次数是固定的 那么变量就是0到次数-1 我们一起看一下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使用Full-I-In-Range-5 Print-I 我们发现打印出来的是0,1,2,3,4 首先Full-I-In-Range-5中的Full-In 形成了循环语句 那么Range-5中的5是循环5次 在每循环一次的时候 I值从0开始计数逐渐加1 所以打印出来的效果就是 由0到4这样的5个字不串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Print 修改一下 将它改为Hello 逗号I 我们就能说Hello0到Hello4 这里边需要注意一下 Print 输出函数中有一种输出方法 是将你输出的各种信息中间 用逗号分隔 那么输出之后 每输出的字不串之间会增加空格 因此我们发现 Print-Hello 逗号I 在Hello的字不串中没有空格 I也没有空格 但是输出之后 Hello冒号和数字之间有了一个空格 这就是Print中间加逗号的作用 那么这两个例子除了理解Print 这个逗号输出之外 更主要的是掌握Full-In-Range的循环使用方法 这里边涉及到Range函数 它是做什么呢 实际上Range函数是一个产生循环技术序列的函数 它有两种常用用法 一种是RangeN 它能够产生从0到N-1的整数序列 简单说产生N个数 第一个数是0 最后一个数是N-1 所以如果我们用Range5 那么它就会产生0、1、2、3、4 这样五个整数 Range的第二个什么方法是RangeM函号N 我们要记住Range是个函数 我们对函数赋予参数的时候 要用函号分格 所以是M函号N 那么它产生从M开始到N-1的整数序列 共N-M个 比如Range2到5 那么产生的是从2开始 不到5的整数序列 2、3、4 这是Range函数的基本作用 其实在Python基本语法体系中 Range函数的最主要作用是跟4、in搭配 形成技术循环 所以同学们对这个函数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Python网式绘制的代码 其中我们知道了4、in、Range形成的循环结构 以及认知函数的两种使用方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Python网蛇绘制实力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到最后一堂 逐行来了解一下如何能够绘制出Python网蛇 首先Input Turtle我们引入了海归绘图体系 使用Setup函数来设定的一个窗体 窗体的大小是宽度为650像素 高为350像素 它的位置的左上角的坐标是200-200 说明当前窗体与当前屏幕的位置 是在距离当前屏幕左上角200-200的像素的地方 第三行代码我们将画笔抬起 第四行FD-250 让海归倒退向后行进250个像素 由于当前海归的画笔提起 即海归在飞行 所以画布上不留下任何的效果 之后攀档将海归落下 相当于什么呢 这几行代码我们将海归由绘图中心的原点 变成了在图像中左侧的某一个位置上 之后我们开始对海归的尺寸进行设计 通过调整它的腰围 设定当前的画笔宽度为25个像素 画笔颜色为Purple 同时将海归方向改为绝对的-40度方向 准备启动绘制Python帽蛇 那么上述这些代码 对绘制帽蛇做了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三行代码是一个循环 那么循环体中用了色后函数 将海归走曲线 它使用40像素为半径 绘制80度的弧度 那么绘了80度之后 我们又以反向40度为半径 绘制80度 那么形成了海归的绘制之后的一个路径 那么它形成了Python的蟒蛇的一个关节 经过四式循环 我们绘制了蟒蛇的四个身体部分 进一步我们让小海归按照40像素的半径 40度的方式绘制少半个弧形 进而向前行进40度 构成了Python蟒蛇的脖子部分 最后我们采用半圆形和继续向前进的一个直线 绘制整个Python的蟒蛇的头部 代码的最后呢 我们用到了Turtle.dan函数 这个函数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是一个文件式描写方法 写了Turtle.dan作为整个Turtle绘制的最后一部分 那么程序运行之后 程序不会退出 需要手工关闭窗体退出 如果我们希望程序运行之后自动退出 我们把最后一项代码去掉即可 好了 这就是整个Python蟒蛇绘制的代码 同学们是不是理解清楚了呢 下面对本单元的内容做一个小节 在本单元中我们首先讲解了酷引用 我们使用保留字Import 我们知道它有三种方式 简单的Import 使用FromImport和ImportAs三种组合 来实现不同目的的酷引用效果 进一步我们围绕Python蟒蛇绘制 来讲解了一些Turtle的相关元素 比如PenUp、PenDown、PenSize、PenColor 以及FD、Circle、SetH 还包含Left、Right等相关函数 最后介绍了循环语句 包括Full、In、Ringe的搭配 以及对Ringe函数的使用 做了初步介绍 那么经过本单元的学习 同学们应该能够理解 Python蟒蛇绘制实例 并且开始自己的Turtle绘图之旅 本章内容学完 我们要做一些练习和作业 巩固一下 那么在Python123平台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 5道编程题作为练习 15道单选题作为作业 那么练习是可选的 同学们有时间就去完成它 加强自己的熟练程度 作业与本课程的分数有关 请同学们抓紧时间 或者是在方便的时候 去完成相关的作业 那么作业的单选题 是可以通过手机 扫二维码来完成的